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学历 也没有金钱 没有人脉 也没有背景 但他非常的孝顺 为了父母的健康 想尽办法 筹钱去买产品 那之后呢 他也选择相信 愿意去改变 愿意去尝试 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那虽然呢 中间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的挫折 但终究能够苦尽甘来 在日位反转人生 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他来接受访问 现在就借助大家掌声欢迎 飞马领队李吉颖 你好 你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 以会的嘉宾 以及立会的家人 大家早上好 我是入月38 李吉颖 真的非常高兴 很荣幸 受到好审的邀约 能在线上与各位分享 那大家应该非常好奇就关于你的点点滴滴啊 所以首先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成长经历的背景 让大家认识 好 谢谢 我是出生在台南白鹅区 林子内一个非常乡下的就是联合的故乡 兄弟姐妹 家里是雾龙 那就是因为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他们是做龙的 而且有养猪 那因为养猪的过程 就是可能是比较外行 所以我爸爸他养猪 人家都有赚钱 但是我爸爸他养猪 他根本没有赚钱 而且又亏钱 就是因为亏钱 所以在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我爸爸他因为 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继续生存 所以他就搬到 他就带着我们兄弟姐妹 就到那个高雄大树 一个那个一个农场 在那里 我爸在那当长工 那我是长工的孩子 因为那个农场里面都是养鸡 那在四十几年前 他那个养鸡的技术都是人工 所以也是很辛苦 有时候如果养鸡 那晚上还要那个 益房注射的时候 有时候到晚上 都到两三点 才可以睡觉 其实那段日子 让我觉得说 真的 如果今天有机会 能咬金汤匙出事 我希望我是能在 富贵的家庭出身 真的我很羡慕 但是毕竟我们人 你要在哪一个家庭出身 那都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但是我们就是要 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安排 所以说因为在那段日子 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我父母真的是 要养这个家庭 真的是费尽了千辛万苦 所以当下就让我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 让我自己经济可以住嘴 那我一定要孝顺父母 因为从他们在农场 当长工 那种日子真的 那种环境 真的非常地长 所以让我 就是在那时候 我就深深体会到 真的有机会 孝顺父母的时候 我一定就一定要 好好的去做 那我在26岁结婚的时候 我有三个小孩 那现在目前有两个儿子 都已经结婚 两个儿子 他都跟我一起住 我现在是跟父母一起住 那我很庆幸 因为我现在已经生个当阿公 而且有四个孙子 都长得非常可爱 谢谢 非常的幸福 那所以你在跟你父母 就是在农场 他们是住在宿舍吗 还是住在哪里 就是农场里面有 那个非常简单的宿舍 是是是 所以在那边一直 待到几岁的时候 到我读高中的时候 高中 所以你在求学的部分呢 你求学是念哪一方面 那在我快要进入高中的时候 我就自己一个人 又回来我们乡下 因为我们有跟政府租 一两甲的土地 那因为我记得说当初 很多人都在种柳丁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我就离开我父母 我就回来乡下 就是在白河 靠近林子那个地 那个白河水库的地方 就是在那里种柳丁 那晚上就是去白河上工 读夜间部 所以那时候算是半工半读嘛 白天中柳丁 晚上夜间不少的 对 是 啊这样子有很认真念书吗 还好啦 最主要是 还是有一个协定 因为毕竟 如果说你要去找工作 没有一个普通的高职 还是高中 其实很难找工作 是 所以你毕业之后 有做过哪一方面的工作 毕业之后 那我毕业之后 我就是有去桃园 在那个一家工厂 在那里当那个作业员 那然后就是 有机会 就是因为我们 有种一些水果 那这水果就有时候价格 非常不好 那我就把我们的水果 就拿到那个 台北的那个市民 那个市东市场 去那里卖 那因为在那里卖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那里跑警察 因为摆路边 路边摊 那个警察都会来开单子 那我们就跑去警察追 所以说 真的 在那里摆地摊 然后就是说 常常跑给警察追 也不是办法 然后我就是 在一个一年机会下 认识一个卖咸素机的老板 他就教我 怎么炸咸素机 那我就想说 炸咸素机也不错 那我就在台北那个市东路 我就在那里 就是找一个位置 就在那里卖咸素机 也卖了一两年 那因为我的儿子 我的第二个儿子 他就是因为 长期都是在路边嘛 所以都是吸那种空气 这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的空气 是不太好 品质不太好 那就是因为我的 第二个儿子 他因为长期 吸到那个不好的那个空气 结果他就是在 免疫系统上有一些问题 那我常常带他去 那个荣种 石牌的荣种去看 那医生说 可能就是最主要是 他的生活品质 是不好 那我就想到说 因为我们为人父母 我们的希望都会建筑 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 为了我的儿子 我又搬回来白河 就是在这里 卖咸醋鸡 但是在这个卖的过程 真的 在北部 可能会比较好卖 但是在南部 真的生意都做不起来 所以说 然后就是 然后因为 生意做不起来之后 我就是还要再 另外找出路 那就是有人跟我介绍说 可以去当 居家服务员 那我就又去那个 家义基督教医院 他有在培训 半年 然后就可以去 当机家服务员 而且要考 丙级的症状 那当时 我有考过 我也是丙级的症状 然后我就去 服务 那个老人 那在那里 也做了十年 那最后 因为 老人 都一个 个一个挂掉 所有的收入 越来越少 就是这样 然后我又去找了 保钱的工作 那我原本是在 生打工作 那因为 生打的保钱 里面有五个轮流 那我们的 保钱的主任 他就跟我说 你记忆你的表现最好 你希不希望去银行工作 我说 当然去银行很好 因为当初 我们在工厂 要轮 那个晚上的 那如果说来银行 不仅不用轮晚上 而且又可以 礼拜六 礼拜天都休息 所以就这样子 我的工作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就 踏入银行保全 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 在 一部 市东市场边 卖显素机 那时候 但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有印象吗 应该在 三十 应该是三十年前吧 三十年前 你知道我什么问吗 因为我是住市东路 那那个有一个演艺界 非常有名的张辉 我印象很深 他还请去跟我买咸酥机 因为我念自动国小的 不知道没有买过一个咸酥机 好像没有看到你 小时候应该也认不出来 那你后来在银行当保全 这样前后时间大概多久 在银行十年 十年 就一直在那个合库 对 这样子 那其实你有 我有听你提过说 保全的收入其实没有很高 这样一个月 两万八 两万八 那扣掉老健保之后 两万六 两万六 对 两万六 那你 你这样一份薪水怎么照顾你的父母 还有三个孩子 其实我是典型的夜光族 因为一个月两万多块 真的是不够用 那所以说我是非常的省 能省则省 因为我们在没有办法开眼之下 我们只有节流 但是我会在礼拜六 我会去打零工 因为我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杨静堂 他就是我们银行的客户 他有一天 他跟我说 那个李先生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剪裁 我说我要 他就把 他就 他说他有一个招待手 他需要整理 就是需要除草 还是需要包那个水果 还是之类的 所以我就答应他 那我在礼拜六 我会不一定时间多在那打零工 一天可以赚一千二 对 那然后说 就是因为这些还是不够 那我是非常感谢上帝 因为在我很艰难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 天使会 特别有社会上的一些 社会机构 以及那个生活不处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 整次减用 就这样过来 这样子 谢谢 是 所以在结束队之前 你对你的人生 有什么想法 应该辛苦了 应该有五十年 四十多年 四五四年 对四十年 四十年左右 那因为在接触 入学之前 其实我对人生 我是没有抱着 很大的希望 因为人生中最重要是就是要有一个希望 活着 那我最重要还是我三个 我都把我的重心都放在我三个孩子的身上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 我的前妻 他因为认识一个一个月收入五六万块的人 结果他有一天 他跟我说 你一个月两万多块 你怎么养我 结果就这样 他就离开了 那当初的我 我是真的是 差点想不开 有时候会真的是 对人生 真的很绝望 但是我又想到说 我这三个孩子 原本这三个孩子 他说他要 抚养 那因为我的个性 我是觉得说 因为上帝是 上帝是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我们是他的管家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遇到人生的变化 我们就把孩子推得奄奄的 那这样是 我们是非常不负责任 所以我就 希望说我的孩子 哪个女儿归母亲 那个男生归父亲这样子 那我就不喜欢这样子 我就把三个孩子紧紧的 就是带在我身旁 我觉得说今天 我们不管我们日子怎样 我们父母的心 就像蜡烛一样 你就是一直付出 付出到最后那一滴 你才会感染 所以真的 我把我的孩子留在我的身旁 我真的是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没有这三个孩子 也许 我因为在感情这条路上 可能我走不过这条路 所以说有时候 我是觉得说 真的 人的一生中 他都有一个盼望 到底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 但是还没有接触出去之前 我的盼望一直在我三个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 如果我们苦 我们就是苦我们自己 那我是觉得说 真的 人生中 不管我们的人生 遇到人 什么样的窘境 什么样的低潮 我们要记得 我们 是带有属使命来到这个人世间 我们真的不要放弃 就是这样子 谢谢 所以你就扛起责任 照顾父母跟三个小孩 对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后来当初是什么机缘之下 接触到瑞威这个事业 因为在105年8月份 我妈妈 她当时是83岁 就是没有疫情的情绪况下 她就跌倒了 她跌倒之后 我就把她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 那医生检查之后 医生有说 她这是自然的老化 退化 无息特别的治疗 那我就是把我妈妈带回来 那我把我妈妈带回来之后 隔天早上我要去营朗上班 那我就去 我妈妈的房间看一下 结果看到我妈妈 她竟然是躺在地上 地板上 就是床下 那整个地上都是死尿 那我看到很不舍 奇怪 昨天刚带去看医生 经党变成这样子 我就把我妈妈抱起来 到医师去洗一洗 之后我妈妈抱在她床上 然后我跟我爸爸讲 我说命运真的很折磨 一年比一年不好过 那这次我妈妈 又跌倒 结果她没办法起来了 因为她想去小便 结果她因为她的脚都无力 那我跟我爸说 从今天起 我妈妈 麻烦她去白河买尿布 那我在想办法找外劳 来帮助她 所以说就是 当我去 上班的时候 老实讲我是人有气 但是我的心没有气 因为我是在找钱 找钱 那刚好是我的贵人出现 就是 习庆娘乡里 就是现在的习为马二 她说 奇怪 最近的李吉 你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好像有心事 结果她来关心我 那她来关心我 她就问我说 小李 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事情 看你的脸上 好像有心事 那可不可以讲出来 说看看 也许我可以帮你的忙 那我是比较直率的人 我之后直接跟她说 你没帮我帮我的忙 除非你拿钱借我 但是我的乡里 她就跟我说 你说说看 不一定 我可以帮得上你 我说我妈妈 现在已经握病在床 而且多包尿布 我很需要请外劳 来帮我妈妈照顾 因为尿布包下去 如果没有赶快 请外劳来照顾 大小变下去会感染 所以说 而且我家里没有钱 就是这样子 那我乡里她听了之后 她说 你放心 有救 就是有一个口无的干细胞 有没有 如果你有福气 买给你妈妈吃 你妈妈就有机会 用四脚驻行器 起来走路 那你就不用再请外劳了 那也不用包尿布了 老实讲 当初的我 我是听不进去 因为毕竟我不是神 因为我是人 因为我在银行 很多年了 将近十年的 因为银行的生意很好 在合作基金库 她的生意很好 一天的来客是 几乎将近两百个 那十天就两千个人 那我怎么可能相信 我的一个好朋友 跟我介绍什么 我就会听 所以当初我是比较白目 而且也比较自我 我不仅不相信她 我又直接给她泼冷水 我跟她说 如果产品像你讲的这么好 那医院都关门 那医生都不用做了 那就晚上改变 要感受惊醒 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那隔天早上 我去银行上班 我就遇到我乡里 我就跟她说 那我昨天晚上 怎么忽然做一个梦 说要我改变的声音 那我想说 不然没关系 你跟我说 什么高科技的干细胞 还是什么 那我改变看看 但是我跟你说 因为我妈妈现在窩冰在船 不能随便吃 如果说今天 她吃到有问题的东西 她还要洗身 那我可能是越来越麻烦 我现在听一听 如果有安全 我就买给我妈妈吃 那我就是去那个 在那个后壁 高中的鞋对面 有个那个卡多利亚 粮食固食馆 我当初就是去那里 听这个健康说明会 那听完之后 我觉得说 哇哪有 这个产品这么好 他说干细胞是上帝 是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而且这个干细胞是在 全世界最干净的国家 纽西兰生产 并且是新加坡 挂保证 我们知道新加坡 它是世界食品检验第一名的国家 而且是法律非常严格的国家 所以我就想到这里说 产品是最干净的国家 而且代理商 它是法律最严格的国家 的立会公司 那我现在想说 那这样产品铁定是安全 而且他们又说 一般的产品 如果能在新加坡 代理三年就很安全了 但是他已经九年了 我听到九年 我眼睛就打开了 九年铁定是安全 那我就问他们说 这产品怎么卖 那他们就跟我说 一套八万多块 我一听到一套八万多块 我真的是吓到 真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保证品 它的价格是这么高贵 我当初我的收入 真的连生活都有问题了 那怎么可能买得起 这套产品 但是我幸亏 我没有跟他们说 我吃不起 幸亏我当初 我是这样跟他们说 因为当初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到说 我小时候 我吸入我妈妈的奶 如果今天我妈妈 迫切需要这个产品 那我因为我自己 经济上不OK 我就季节 让我妈妈有使用 这个产品的那个机会 那如果有一天 我妈妈她被上帝掉走了 那我一定会良心不安 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 我想说为了要暖 我一定要克服一些难题 我一定要买产品 给我妈妈吃 所以就是在这个动力之下 我就是跟朋友借钱 买给我妈妈吃 就是这样 就是接触到了立会 这个事业 那后来产品使用了之后 有在你父母身上看到什么见证 让你有对产品有信心 那因为这个产品 当我买这个产品之后 我就开始在祷告上帝 我希望说这个产品 一定要能帮助我妈妈 因为这个钱是借来的 如果这个钱花下去 对我妈妈没有绑住 我是会越来越辛苦 因为我在还没有买这个产品之前 其实我当初我还有负债 因为我的房子在 在我的前期还没有出 还没有离开之前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建了170万 那当初只还了60万 还有欠人家110万 20几年来都没办法还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今天我再买一套8万多块的产品 真的是 如果说没有帮助到我妈妈 是会写上加霜 所以我就一直 当我买之后 我就是一家祷告上帝 希望这个真的产品 能帮助到我妈妈 那幸亏 这个产品铁定真的是 帮助到我妈妈 她原本是 我冰在床还包尿布 但是这套产品 她还没有吃完 她就可以起来 用四脚住行器这样走路 那我就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说 好在没有被骗 但是我妈妈吃得不错之后 我没有因为这样而满足 我又想到我的爸爸 因为在我爸爸这段期间 她还帮助我很多 她还帮助我 照顾这三个 在我上班的时候 但是她长脸受到腰椎 压迫的 所以她都要吸个腰带 所以我就 我知道这么产品这么好 我不仅只有想到我爸爸 我不仅只有想到我妈妈 我还想到我爸爸 我就跟我爸爸讲 我说爸爸 我妈妈只有吃得到这么好的产品 爸爸我一定也要买给你吃 所以说 当初我爸爸知道说 这产品这么贵 其实他是吃不下去 所以他就跟我说 你妈妈吃就好了 我不用 但是我就想到 说我爸爸是为了着想 那然而我没有因为他的季节 我就作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在台北 有办那个表扬大会 那我们 我就把我爸爸骗去会场 我跟爸爸讲 我说爸爸我们是乡下人 根本都没有机会去台北玩 那这次有人招待 游览车的车上 又有东西可以吃 那我们可以去台北玩 这样好不好 那我带你去 那我爸爸说好 那当初我爸爸他要去那个 台北的时候 他还系个腰带 那我就跟我爸爸讲 我跟我爸爸讲说 因为那是健康的市场 你系这个腰带去很难看 那我爸说 如果这个腰带 不是让我系这个腰带 万一疼痛起来 我会受不了 那我干脆不要去 那我想说 如果我爸没有去 我爸爸他可能就吃不到这产品 所以我就让我爸爸 系这个腰带 我就带他去我们台北的会馆 那那天去参加 有超过5000人的表扬大会 那回来之后 我们在晚上 凌晨已经一点多了 那隔天早上我就问我爸爸 要不要吃这个产品 我爸爸跟他说 哇 那个人山人海 铁钉这个产品 不只有你妈妈有效 我来吃应该也会帮助到我 所以我爸爸他就 他就愿意吃 当我爸爸愿意吃之后 你知道吗 我当初我的心情是非常的高兴 但是另一半的心情是非常的担忧 因为又要继续的挤债 继续的借钱 所以幸亏当初我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说因为我爸爸 他吃产品之后 他不到一个月 他那个腰带就已经 把他放在旁边了 到目前都不用系腰带 所以说因为我爸爸 我妈妈 他们受到产品这么大的感动之后 所以让我就产生了无比的信心 是 是这样子 是 所以后来就是 会决定投入 是因为父母的见证吗 还是有其他 对 最主要是父母的见证 是 那后来是多久的时间 你因为你那时候还在银行做保全 因为你要全心投入一个 你没有做过的领域 也是一个风险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动力 或者动机 让你更快速的做这个决定 那因为 我在银行当保全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尽忠之所 因为在每年保全 那个 他们在评比的时候 保全公司评比的时候 我每年都有拿到 加奖 就是我非常的精烈 虽然一个月只有两万多块 我也是非常尽忠之所 但是就是在一个事件的发生之后 让我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离开银行 我一定要离开 因为那个事件的期末就是这样子 有一天 因为我们在银行 它是对顾客是比较贴心 因为在银行 在合作金库 他如果说 下大雨天 以下很大 我们的额壁动 可以从后门进出这样子 那因为那一天我们 就是一个新来的那个护理 来了一两个月 他发现这个问题 他就直接跟我说 那个保全先生 我跟你说 后门不能 让人家出入 除了三点半之后 那你知道吗 那希望你能配合 那我当然是 是人家的投入 当然是我说 好那没问题 那就是那一天 因为以下的非常的大 有一位 是长期 非常支持 合库的一个客户 而且他也是大客户 他是兰荣的董事 因为他是在洗肾 他拿一支拐杖 他来到我们银行 那天他也是从侧门进来 因为以下很大 他从侧门进来 那人家把事情办了办之后 又从侧门 要出去 那我当时 我就是到他的前面去 就是跟他拜托 我说 老大我跟你说 从今天以后 如果说 不是三点半之后 我们银行的后门 是不准进出 希望你帮个忙 这样子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位客户 他就是说好啊 那结果他就走了几步路 然后他又绕回来 他绕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 小李我跟你说 那个你说 大雨天 有没有 已经好几年了 会下大雨的时候 都可以让客户方便 可以承货门进出 那为什么这次不行 是写规定的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那我就跟他说 那就是我们的主管规定的 那他跟我说 你跟我说写啊 可以不可以 我说 你你不要害我呢 因为 因为我是吃人家的投入 如果说 关于发生什么 那个问题 我是没有投入 你你老弟是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做 他说不会不会 我一定会支持你 我不会害你 那你知道吗 因为当初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他一直问啊 那我就跟他说 就是坐在正中央前面 最后排那个 那个女生 结果 你是要怎样 大事不妙 为什么 那那个客户 他 我他气冲冲的 他就拐杀拿着气冲冲 就出气了 结果他 他回到家 他电话就直接到 那个核库的总行 就进来投诉 那你知道吗 核库他是办管理的啊 结果他只是 只有四四四 他也不敢得罪客户啊 对不对 那结果那个总行的人 听完之后 投诉之后 结果电话就到我们的 护理的桌上了 那我只 我看到他 他电话拿起来 就是在那里说 四四四对不起 四四四对不起 那那我 那我一听完 我就知道说 哇 你真的是不妙了 那结果真的 出乎我的意料 那我们护理 他的电话一放下来之后 他他直接 速度很快 就直接来到我的前面 哇 一直好像 好像打雷一样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一直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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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这样做不对吗 但是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能说对不起 但是你看 你次人的投入 就是这么无奈 因为那个是 不成文的规定 已经好几人 不是我要让他们进出 是不是这样子 那客户 他们已经方便久了 当然 我们是尽量给客户方便 因为银行毕竟是服务业 就这样子 那那然后 他妈妈就又回到 我们护理就回到他桌上 然后他就 所以就一直讲说 那个保钱不能用了 那个保钱不能用了 我在想说 我每年都得到保钱公司的嘉奖 那难道我错了吗 那当下我都知道说 你今年的换卵不薄了 真的 我如果说有机会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因为当时我就决定说 如果有好的机会 我一定要离开 那我又看到我爸爸我妈妈 都八十几岁了 有这么好的见证 而且我去参加公司的那个会议之后 我知道说这个公司有很大的前景 有很大的宴景 所以说我一言而然 我就进入到立会这个事业了 那后来你刚开始做立会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阻力或挫折 我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当初我要做的时候 我是找到我哥哥 因为我哥哥他是在做铁工 他是自己当老板 他已经做三十几年 他为人很厚道 待人很好 所以我就是跟我哥商量 我说你把人介绍出来 我们兄弟来合作 你看妈妈吃的这么好 爸爸吃的这么好 对不对 我们又没有骗人 肯定这个生意可以赚多多 那我哥哥他对我不错 因为他平时还是非常关心我 所以他就说他心里的话 所以他他 但是他所说的心里话是外行话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一套产品这么贵 你到底要卖鞋 而且你知道吗 你是不适合 因为你的人这么值 你知道你也不会延长 说话这么值 你不适合做直销 而且产品那么贵 也没有人会跟你买 那你要听我的话 因为 那个是有钱人在做的行业 我说什么有钱人在做的行业 他说他那那个是开宾室 开宾W的人在做的事业 那我们没有钱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做起来 你要听我的话 你不要 你不要去搞那个什么直销 你要听我的话 你在银行已经十年了 至少还有一口饭可以吃 万一你离开银行 人家没有跟你过 那你就没有工作 那你的孩子要怎么办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当时 当初我的心里已经 非常的坚解 我觉得说 只要努力 只要坚持 只要努力 只要坚持 有一天一定会怎样 达到我们想要的 所以 我 虽然我 我哥哥 好演的镶嵌 我原本不是要让他 说这些话 但是我想不到说 我最主要很单纯 就是说 我们一起来合作 但是他不仅不跟我合作 而且又跟我 说这些 老实讲我是听不下去 所以我就回他一句话 我跟他说 只要上币与我同在 我们这个产品 我们不骗人 相信有一天 我会把这个事 做起来给你看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虽然我是讲这样的话 但是我回来 我也是很失望 你看 因为自己的亲哥哥 环境都那么好 那我环境那么差 我们是希望他 能把人介绍出来 拉我们一把 但是他也没有 拉我们一把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那我就是觉得说 还是找别人算了 所以然后我就去 又去找 找到我的一个 二十几年的 一个朋友 就住在那个中庄 那去中庄的时候 我跟那个阿伯讲 他其实应该 大概七十岁了 因为他太太 他都是握病在庄 那我就是把我们这个 分享给他 那我跟阿伯讲 说阿伯我跟你说 我遇到一个好的产品 但是我跟你说 我希望说你先去公司了解 当你了解之后 如果觉得可以 你再买 如果不可以 那你就不用买 那我就是非常好意 那讲完 我就要约他 到我们的嘉义公司 我们去那个 听那个产品说明会 那我有一个直截 因为我们听 玩OPP之后 还有三个见证 那第二个见证之后 将近差不多八点半左右 将近八点四十分 我就跟这个阿伯讲 我说阿伯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出来 你也没有跟你中庄 住在中庄的儿子讲 那万一到时候 他们找不到你的时候 我就成了 我跟你说 你已经有听完这个产品的 那个来龙期卖 而且又听到两个见证的 如果以后 你有跟你儿子讲 说你有出来 来听这个 那我比较放心 那我们先回去好了 那那个阿伯 一听越有兴趣 他就跟我讲说 没关系 小李 我跟你说 继续听 听完再讲 那没关系 我儿子不会 去找我们 哇 真的 我就顺他的意 就是听完 第三个见证 然后听完总结 我就开我以前那一辆 那个老爷 老爷车 就是回来 载他回来 因为他们是在 中庄那个乡下 有一个很 那个那个前面 就是有那个 就是有个赛 赛稻米的那个 那个庭院 当我要进入 他们庭院之前 我看到有三辆 那个机车 放在那个田园的前面 我就知道说 李奇运惨了 真的不出我的意料 真的 惨了 结果我开进去之后 我要准备 门拉开 要下车 当我门拉开 那个脚 放在地上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 跑来我前面 哇 一直在那里 叉叉叉叉叉叉叉 就是一直在那里骂 你把我爸爸带去哪里 你在干什么 哇 一直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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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是觉得说 真的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也是好意啊 我们也没有 勉强他来买 我们只是 在那先去听而已 但是 你看在那里 被骂得半死 但是那个 那个 伯伯 他还是有良心 他也有出来反假 他说 人家那个李先生 这个鼓励人 所以说 他也没有叫我买 我们也不要 给他骂到这样子 那 你知道吗 那我就听完 阿伯讲这样 然后我就跟阿伯说 阿伯那我要回家了 那我就 就开车 开那个 车子回家 在开车 回家这段路程 真的很难熬 我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 因为 我没有做过直销 我不知道说 哇 要历经这样的过程 所以 我回来 我真的是很失望 然而我又继续介绍 就是这样 介绍 又经过了 好几个 将近20个都前倒 都没有进来 所以那时候 我是开始 有一点点的后悔 为什么 我当初这么冲速 我没有听我哥哥的话 还有一口饭 在营朗可以吃 为什么 我就这样 把他吃掉 而且也没有听 营朗 楼上的一个乡礼 他原本 我要离开之前 我营朗一个乡礼 他跟我说 因为习亲娘乡礼 他是在楼下的 那我楼上 有一个营朗的乡礼 他对我也是不错 当初我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小李 听说你要离开了 听说你要去做什么 直销不直销的 我说不是要做直销 我是要做一个事业 不是要做直销 那我跟你说 不管你要做事业 还是做直销 那个价格我听说很贵 我跟你说 你不要去做那种工作 你是不适合 因为你在银行 你表现得不错 希望说 你继续在这里工作 对你以后是有好处 我就是想到说 哇有好几个人就跟我说 不要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 那我就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那现在遇到这么多的挫折 这么多的困难 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到底这样显得是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真的非常幸运 因为带我进来的 习千朗回马二 他真的把我当作兄弟 都一直带在身旁 所以说让我在跌倒的时候 他就拉我一把 在跌倒的时候拉我一把 而且是我们金银老大 他在这段期间也是 非常的帮忙 我是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这样子 那那时候有想要放弃吗 有啊 因为毕竟日子 是很 很现实的啊 因为 还是要吃饭啊 那当初我是想说 如果说放弃 那我一定会被人家笑 因为当初我离开 云朗的时候 我们的习千朗 习惠马二 他就被云朗的人 在那里说 说你害理机没有工作 那如果说今天 我真的没有在这里 坐起来 那是不是我就辜负我 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啊 所以因为 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后悔 但是到最后 我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行业 真的能帮助到人 而且能让我们翻转人生 我铁定怎样 要坚持的下去 幸亏 我就是这样 又坚持下去 就是这样再傻傻的 做下去 那后来应该是越来越顺了 所以 所以后面你是 怎么去调整 然后怎么跟人家分享 Pathia跟Rue的事业 因为我 非常感谢就是 我在106年10月 离开合作金库的时候 在106年10月29日 我们那个银行的乡里 就是西青雅 西游马二 他花了二十几万 帮我办了那个感恩餐会 所以他帮我办那个感恩餐会之后 就是 有一点点的基础 虽然我分享 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我一想说 这个事业值得我们做 然后我就是去上课 在公司的上课中 我就学习到一些的技巧 因为我们不是在卖产品 以前我会遇到很大的瓶颈 很大的挫折 最重要都是在卖产品 把干细胞当作要再卖 所以会遇到很大的挫折 然后我就知道说 我们只是在卖一个观念 所以说我会把我们自己本身的见证 放在我的那个手机里面 那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说 因为我遇到一个很好的产品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帮助到你 但是他已经帮助到我的家人 你看这些就是我们的见证 那我不是要你买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说你要认识这个产品 以后也许你用得到 那如果你想了解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们就把他们带到我们心灵的会场 我就就是这样子 就是都是这样做 那因为因为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真诚的分享 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像在传健康的福音一样 因为我们是传福音的方式 去把我们这个事业拓展 我们不是在卖产品 把这个事业拓展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就这样分享 就是把人带来会场 那我们最主要是说这个事业 我们真的是要认证吃产品 因为你本身认证吃产品 你家人认证吃产品的时候 就有很好的见证 因为人看到你改变了 他要加入是会有比较容易 对 是所以你就是参加活动会议 然后认证吃产品 所以就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那现在应该很多的家人 戏戏朋友都看到你在 立位的很好的表现 那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对你现在的一个成就 哇 人就是这样子 当你有很大的改变之后 别人也会跟着改变 因为当初我分享给我哥哥的时候 我嫂嫂跟我说 他说你在那里做三年 如果你还继续在做 我再 我再加入 你看哦 三年 一棵种子种下去三年 幸亏 我不只有 我不只有三年 我还要往后的十年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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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我这样说 最重要是我们有改变 我们周遭的亲朋友 他就会跟着改变 因为改变之后 他看到原本经济很差的 的人 为什么可以开着 这么好的车子 而且原本看起来 我打散的人 就是 就是 那个脸色不怎么好看的人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说笑嘻嘻的 那铁定市也一定有 好的 好的地方啊 所以 就是这样子 我的一些亲朋好友 就是陆细 这样进来了 真的 非常的感谢 是 我突然想起来的就是 本来好像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是低收入户 有补助 那后来就是因为 雷贵的收入不错 然后会影响到你的 低收入户的补助 你还跟公司说 这样要 要放弃还是什么 要精选转让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对啊 因为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 我们 在这里发展 就像 在开采大片的森林 就像在开采 金框一样 我们是 我们不知道说 我们后面的保障是 越来越多 当初我 那个 有一笔 那个奖金 之后 我不知道说 它是继续有的 结果呢 我就是跟我的领导人 我跟他说 那我的户头 可不可以转到你的户头 那我不要 因为我 每个月有固定的 五六千块的 那个低收入户的 那个补助 那这是 延延不断的 但是 今天这个奖金 有可能是 只有这个月有 下个月就没有了 所以我跟他说 那那干脆 我不要了 哇 真的是 不知道说 再继位 才是延延不断的保障 那个因为 我们所申请的补助 你到一段的时间 他就会把 他就会把你停止 所以说 幸亏 当初因为公司的人说 这样不行 因为如果说 你再把你的户头退掉 那你以后都不可以加入了 那你要相信你可以 你以后要赚得比这个更多 更多 好几十倍 甚至百倍 所以就这样子 我就没有把这个户头退掉 如果他有这种想法 可以退给我 没关系 OK好 那你现在都 怎么带你的团队 然后跟你的伙伴是什么互动 因为我都以公司为主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事业 我们是要参加公司的 大大小小的会议 起先我没有人的时候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去参加公司的会议 那 然后就是逐渐就是 有人加入了 我就把他们带来会议中 其实我们公司的 大大小小的会议 真的是 一定要参加 有很多人他只想去介绍 但是他不进入公司的系统里面 那这是很可惜 因为这个一套产品这么高贵 他不可能有办法用卖的 可以卖的有什么好的成绩 他肯定是要进入公司的系统学习 所以我就把我的伙伴 他们带到公司里面 而且我们自己私下有一些会议 就是我都把他们都带在身旁这样子 因为唯有这样子 才能把我们的组织更加的扩充 把他们进展这样子 是 所以就是 还是都是以公司的活动会议为主 对 对 好那你觉得你让立位呢 最大的改变还有收获是什么 哇 改变很大 收获很多 特别看这几天 是不是 我还已经二十几年了 它上面是铁皮 铁皮 那个屋顶 那因为二十几年了 它会生锈 而且特别是下代的时候 我都要在下面 拿那个脸盆在那里装 装水 因为它会漏鱼啊 那你要整修 要一二十万 我根本没有钱 但是来到这个月之后 钱真的不是问题 我不仅 把上面那个问题解决 而且我不是换一般的干板 我是把它换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那个干板 所以现在鱼再下再大 我都不怕 是不是这样子 都连一滴鱼 鱼水都滴不下来 那你看这样多好 那而且我在银行 担保全的时候 当初我是骑着一辆机车 一辆机车 那因为你骑久了都要修理 那我在新领一家机车行 在那里修理 大新领机车行 那在那修理的时候 有一次它里面有一个师傅 然后就跟我说 他说李先生你这辆机修理了三十几次了 那要不要换一台比较好的 我们都有 因为它是中古车啊 他们都有整理过的 我说你们整理过那个 一辆大概多少 他说整理过的就像半新的 一辆差不多三四万块 你要不要买一辆 那我就跟他说 好啊 我再想办法看看 那我心里自己就要谈算了 我来的来存钱 存个十年看看 看有没有办法买一辆 比较好的中古的机车 你看哦 没有钱的时候 你心里是想说 要存十万看看 因为当初都夜光组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 都没有那种问题 根本就不用骑机车 都用好的交车在代步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看 来到日月多好 不用再去担心那些 经济上的问题 而且怎样 人际关系也改变了 真的是 感恩 幸亏 所以这样整个过程 有没有感觉像 在做梦一样 真的在做大梦 而且这个梦 又梦得很真实 是 所以对现在的工作 跟生活应该很满意吧 对啊 因为真的 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近在西宁 我们习乡里 他有买一个会馆 是在合作金库的八楼 那以前我是在合作金库 就像在做工人一样 但是我现在工作 升到八楼 而且是自己当董事长 那你看这种工作好不好 那如果让我们选择 我们是要去当一个工人 还是要去当一个董事长 所以我对我们现在的工作 是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帮助到人 而且又可以帮助到自己 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所以整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太棒了 好那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 想要去挑战完成的目标 要挑战的目标 基本上是灰马五 因为我非常 我非常羡慕 能达到灰马五的境界 真的非常好 但是因为我们最重要 现在目前的阶段 还是要补导我们 协助我们底下的合作伙伴 让他们先完成灰马的聘接 对 是 OK 好 那你拉瑞瑞应该快五年了 对不对 对快五年了 那这五年时间 有没有哪些事情特别想要感谢这人 在日月将近五年的时间 要感谢人真的非常多非常多 但是我们真的 非常的感恩 最重要我们是要感谢我们的林文龙总裁 他创设这么好的公司 把全世界最好的保健品 代理 而且把最好的制度 用在这家公司 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翻身 那然而我要感谢的 就是我们38团队的 创始人金银大哥 他对我是非常的关心 而且对我们整个南部的伙伴 也是非常的关心 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他都一不容使来协助 那我也要感谢 最重要我要感谢我的贵人 就是习庆娘灰马二 如果当初不是他引进我 来到日月公司 我现在还是在当保全 真的非常感谢他 那然而就是 这不习种之在106.09 10月29号他办了 我有办了一场感恩餐会 真的我非常感谢他 那然而就是我有一些 我的螃蟹 就是叶清辉马 当我的组织的 需要他协助的时候 我们的叶清辉马一 他也是不以一力的协助 然后就是我的螃蟹 那个习青山孔雀 江贝珍孔雀 还有我主下的千额团队的太山孔雀 还有楼心街孔雀 还有艺秀 还有丽贞 还有昆山团队的严谊师孔雀 他们都是非常的帮助我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希望说真的能在一起合作的日子 我们这就是继续的往更高的进 真的还有一些 我还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的人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如果不是有他们的协助 今天真的也没有办法 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们 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鼓励线上的所有领导人 我常常在说 因为我们人来到这个人世间 真的带有使命来 我们要完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相信说我们 所遇到的人事物 都有神美好的安排 我常常说 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 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 他说你要孝敬父母 让你在第三个日子得以长久 所以说当我买不起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的妈妈 第二个想到就是我的爸爸 因为如果这么好的产品 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有吃到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事业扩展出去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要写羊 当羊要吸奶的时候 他是要跪着吸奶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 有些人他不 他不舍得把这么好的产品 拿给他的父母吃 是很可惜 我甚至有介绍到做代师的 他们的经济非常好 他妈妈需要这个产品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 他说已经七十几岁了 不要再给他折磨 我一想到这里 我心里有点酸酸 你看我家境这么不OK的人 我就会想到 给我妈妈 给我爸吃 但是人家经济之后那么好的代书 就觉得说父母已经七十几岁了 不要给他们折磨 我有时候在想 想说到底在折磨 口袋的钱吗 还是在折磨什么 真的 我们的父母还见证着 我们先尽力 你要做你的父母吃 是在做人的事业 当你跟父母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在做这个事业 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难题 当你以父母的关系好的时候 你要做这个事业 你会比较轻松 那再来就是我们做这个事业 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观念 我们不是在赚对方的钱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观念 以及好的态度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跟他分享 我们真的是让他省钱 而且是省大钱 我们知道吗 人年老的时候 一定要花两笔大钱 第一个是外劳的看护费 当外劳起来之后 他要到最后那个人 离开这个人世间 你看那大笔的看护费 然后又要医院的 医生的钱 我们让我们的朋友 把这两笔大钱都省掉 那你看我们介绍给他 他是不是省钱 他把那这两笔大钱 提一波一小部分 来这里先保养 那是不是帮助到他们 所以说我们这是在帮助人的行业 我们不是在赚对方的钱 我们先要有那个好的态度 我再来说 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去帮助人的态度 来扩展这个事业 肯定你会做得很好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 当做是一个业务员 那我们在这个行业 我们也会做得非常辛苦 真的 我们不要把我们当做是业务员 我们把我们当做是一个 在传健康福音的天使 当有一天你的朋友 他福气到了 缘分到了 他自然而然就进来 你不要失望 当你被泼冷水 被泼冰水的时候 你要觉得说 这都是你累积的 非常好的故事 你看我被骂 那骂 那只是一个过程 那对我们也不会 有什么样的伤害 其实我们真的是 要把这个当做是 我们在传福音的方式 继续传继续传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态度对了 我们在做这个事业 铁定有一天 你一定会达到 你想要的境界 所以说不管你现在 你的业绩好 你要对你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如果像我这么条件 这么不OK的人 在立会都有一点小小的成绩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领导人 你们都一定比我强 比我厉害 你们对你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分享的过程 难免会遇到被泼冷水 甚至被泼冰水 甚至会被瞧不起 甚至会被骂 但是都没关系 那都没关系 因为最重要是 我们的出发点 是爱 是善 当我们出发点是对的 你到最终最后 你的奖赏 一定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真的很庆幸 能来到立会 很想感恩 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因为人就是有缘分 才会积极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珍惜 每一个曾经跟我们在一起的人 我们凡事都看好的一面 因为凡事有神没有的安排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 先做一个对的人 我们吸引进来的人 他就会成为一个对的人 真的 我还是一直在学习中 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感恩各位 谢谢 真的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听到 靖大哥分享 就是从你成长的阶段 确实是非常辛苦 就是看到父母很辛苦的 在工作来养育你们 所以您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相信说就是 你也是非常有心的 然后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这个辛苦 当然你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大家听的应该都相当感动 尤其是你就是跟太太离异嘛 你扛起责任 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像蜡烛要低到最后一刻一样 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照顾自己的三个小孩 那你的工作方面也是非常的尽忠之手 所以我相信说真的上帝都看到你的努力 所以也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安排 所以当遇到六月的时候 当你内心还在游移的时候 上帝就透过梦给你启示 就告诉你要改变要改变要改变 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你最直接的启示 但你的选择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选择相信 然后愿意你在Razer平台好的学习 那中间的挫折 我相信大家听的应该也是非常的心酸 就是做到还要被人家骂 骂得那么的惨 但是一路走来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就是我相信因为 你更能够感受到一个成功人士 背后甚至会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这道路本来就不是一个平坦的道路 但终究我觉得就是会一个 美好的国师 就是真的祝福你 那复兴节快到了吗 我看你带三个小孩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也祝福李大哥复兴节快了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听到李大哥分享 所以真的借由大家的线上的掌声 我们谢谢我们的以及李大哥的分享 谢谢 真的非常的精彩 感谢你 好那下礼拜一 前一拜四 下礼拜一我们好神有约 就会邀请到李金颖大哥的推荐的 徐静良 徐乡林 他是合作金库的乡林 那现在是荣率飞马林对二 那其实我昨天有跟徐大哥聊天 他甚至非常认同 而且非常认真的看待日月这份事业 而且聊天过程当中原来 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想要知道他成功背后故事呢 就请锁定下礼拜一的好神有约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礼拜一早上见 好拜拜 谢谢 谢谢李大哥 谢谢 好感谢 谢谢